再来要关注的就是路科团之前发生的火烧车意外 车上26人全数罹难 而目前也传出了公路总局局长赵新华 以及观光局长谢卫军自行处分 要请辞局长的职务 不过火烧车意外后续效应 却还是让交通运输业者大受影响 有业者就表示暑假期间确实有不少人 因为安全考量退团 而为了减少冲击 业者只好自救提高安检标准 希望可以挽回消费者的信心 路科团火烧车意外造成26人死亡 交通部已经证实 公路总局局长赵新华 和观光局长谢卫军已经自行处分 很可能为此下台 现在就等政院批准 但交通部想整军止血 后续效应却早已让业者吃不消 这个事件对业者来讲的话 是有一些影响的 我有接到就是一些朋友 他们在就是暑假这段期间 原本要去就是租游览车去旅游方面的 那有因为安全的问题来做取消 业者预估火烧车意外后 光是洛克团就至少减少一半 不少台湾乘客也会向业者反应忧心 为了降低冲击 业者只能提高安检标准自我把关 一场夺走26条人命的火烧车意外 烧出游览车公安危机 原本业者在车上就已经装有6颗监视器 但在火烧车意外之后 可以看到在驾驶座的两旁 又另外再加装了两颗的监视器 要来随时监控司机的状况 除了在行车途中 对驾驶及乘客的状况随时掌握 业者也会要求司机定时回报 出车前司机还得先像这样 进行简单酒测后才能上路 火烧车意外让业者人人自围 在政府还没有具体政策前 业者也只能自救挽回民众信心 欢迎新闻苏宏杰黄云廷台北采访报导